大家早上好 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今天是9月21号 在大陆时间包括北美时间 这边应该都已经是中秋节了 祝全球华人中秋节愉快 那今天早上耽误一点时间 但是呢不影响 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期权早班车 美股期权早班车 感谢First Trade和美股实战学员 联合为大家带来的线上公开课 那今天早上还是由我 美股实战为大家带来 今天早上的早班车 我们直接进入到 本次的班车计划内容吧 那这一次的内容 还是老样子 简单的免得声明 那这里面我们所讲的 一切东西都是分享学习 参考为意义的 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 那美股实战学员也不属于 First Trade 那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好吧 那我们直接进入到今天的主讲内容 还是想对大盘进行一些讲解 还是想对大盘进行讲解 我们看昨天大盘 开盘是低开 对吧 开盘低开的这个状态 我们昨天开盘前就已经讲到了 然后同时我也提到了关键的支撑位置 在4350 这里是有一定的关键的支撑 我们看昨天这个支撑 是下杀下去 并成功的拉回来 那我们下杀并没有说达到一个非常 关键性的一个平台上的支撑 平台上支撑 我们看到在4280 或者说到4260 甚至到4240 可能才会有更多的平行的支撑 对吧 但昨天我们看到在4300附近 整数位置 这边是有守住 而且4300刚好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 Fibonacci的一个支撑位置 就我们可以画一个trendbased的Fibonacci 对吧 以最近的高点 以及近期反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进行延续下来画 我们会看到1.618% Fibonacci数列的位置 就刚好在4300附近 那这里也是完成了低腿下跌 我觉得理论上可以说是完成了 ABC这样的一个下跌 比较经典的出现回调的 这样的一个下跌的模式 ABC一个回踩 那接下来我们要期待 看市场能不能出现这种 12345浪的上涨 而不是说三浪的回调 如果说是三浪的这种上涨的话 最终有可能还有更低的一腿出现 那不排除我们可能会走向 4200的位置 4260 40甚至到20 可能到整数为4200 会有更多的平台的支撑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市场就 需要更多的观察 而且同时我们看到市场 进入到一个短线的节奏了 日内的波动确实非常的大 我们看到标普500开盘的时候 往上冲4380 这也是关键性的阻力 目前我们看到期货指数 标普摆的期货指数 似乎昨天晚上由于亚洲市场 港股亚洲市场还是 恒大的事件有所缓解 对吧 我们看到很多地产股市出现了暴力的反弹 当然我觉得可能仅仅是一个反弹而已 我们看到美股盘前的时候 也是来到比较高的位置 结合港股的收盘的时间 也达到了一个高点 在4395 也就是跳空下来的缺口的位置 我们看这位置刚好也是周日 这里跳空下来有一个缺口的位置 周日的时候我们看到开盘的时候 是开在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当时这里有一个缺口 周日开盘的时候 较周五是有一个缺口的 那这个缺口下来之后 我们看到现在回侧 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暂时是受阻 暂时是受阻 那我觉得这里需要有一些底部的形态 那作为标普摆指数 这么大的家伙 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些标准的 底部的形态的形成 或者说趋势的形成 才可以说底部确认 目前并没有看到明确的底部形态 这里勉强可以当作是一个头肩底 对吧 勉强可以当作是头肩底 当然如果说这个右肩做的更扎实 也是可以出现一个抬高低点的话 然后甚至出现更高的高点 出现站稳到4400以上 那我觉得这里可能会是更好的一个 底部形成的一个表现 目前来看 我觉得还差一点 而且不排除呢 这里可能还会再往下探 补一下这个缺口 甚至说回踩一下这边平台的位置 看在哪个位置能够踩住 然后转头向上 那我觉得大盘上的分析的话 可以这么去 可以这么去理解 另外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权重的股票 对吧 一些权重股的上面 一些权重股上面 那我们看到在昨天 很多权重股是表现的比较抢眼的 尤其我们看到这边按照MarketCat来排列的话 不少权重股 其实出现了不错的表现 尤其是我们看到像前面几个大的科技股 对吧 前面几个大的科技股 我们看昨天日内的五分钟形态 其实开盘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很多股票表现是比较弱一点的 这边先登录一下 抱歉 不登录的话 它没有这个数据 进来之后呢 我们来到这里 有实时数据了 好 MarketCat 按照MarketCat来排列的话 我们昨天 Chart 5 minute intraday 我们可以看到五分钟 昨天 15分钟吧 我们看昨天啊 很多股票是低开 对吧 不少是低开 但也有强势的股票 我们看到昨天低开之后呢 是一直较为平稳的盘整 然后直到尾盘的时候发力啊 这边比较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是谷歌 对吧 谷歌是这样子的 然后Facebook 还有巴菲特老人家的公司也是啊 特斯拉昨天尾盘也是发力 还挺厉害的啊 Visa 昨天开盘即是低点啊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还是有一些 大市值的公司啊 有较强的表现 包括英伟达这里也是 还有说 Visa也是 是吧 JP Morgan 等银行类的 其实我们看到尾盘的上拉 也是非常健康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盘面的感觉啊 但是整体的趋势 我们看到还是不断的下行的趋势啊 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 对吧 我们看到30分钟图 还是一小时图 我们看这个趋势都是下行的趋势啊 所以我们现在把任何这种 短线日内的反弹 都仅仅只能当做是反弹而已 对吧 都仅仅只能当做是反弹而已 不好意思 这里可能有点卡了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啊 仅仅只能当做反弹而已 好 抱歉 刚刚可能又是网络问题 有些许的断线啊 现在应该好了啊 现在应该好了 抱歉啊 好 还是回到来这里来讲啊 刚刚我们讲到 目前短时间级别 还是一个下降趋势啊 然后从weekly chart来看 从monthly chart来看 当然可能市场显得更为的健康 包括从daily chart来看 市场还是一个上行的啊 尤其是大市值公司 还是一个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而且昨天也有达到一些平台的支撑 对吧 我们看到weekly chart来看 很多图形还是比较健康的啊 所以我觉得长远的趋势是没有改变 对吧 只是短期的趋势确实受到一定的挑战 尤其是日线图 我们看到不少的来到了最近的区间的下沿的位置啊 而且今天网络条件确实是有点挑战的啊 因为我是临时换了一个设备 这里 很多是来到最近的平台的下沿的位置 当然我们看到也有很多日线级别的支撑 无论是平行的支撑也好 还是趋势线的支撑也好啊 尤其是昨天谷歌我们看到表现是比较强劲的啊 那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30分钟 像我刚刚说的15分钟是一个短线的一个下降趋势 那什么样才能出现反转呢 那我们希望看到短线的30分钟15分钟 一小时的走势能够出现一个上行的趋势 或者是从底部走出来啊 这种经典的底部形态走出来之后呢 我觉得整个回调就结束了 对吧 尤其是我觉得大还有日线图来看 目前大盘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 呃更多还是15分钟 或者说小时图的这个级别受到了一定的挑战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啊 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需要呃 这个时候可能美股也该跌了 或者说美股的买盘 没有说以往的季节性这么强 包括现在如果说有些新闻动能带动的话 那美股确实会是有比较大的波动的情况啊 那我觉得大家非常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两点啊 我觉得两点一个是要关注亚洲市场的走势啊 但是这点我必须要说清楚 你知道市场因为什么原因而涨 或者说是跌 是不能帮你赚钱的啊 这是两码事 对吧 这是两码事 当你知道市场为什么而跌 或者说为什么而涨的时候 这个理由是不能帮你赚钱的啊 因为这个都是已知的事情了 对吧 你要知道市场的反应跟接下来市场 想要告诉你的讯息才可以 因为这个是可能未知的 你可以通过这个去赚钱 或者通过市场现在图形上给你的趋势去赚钱 而不是通过新闻去赚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要本本质上区分开来 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像恒大 Evergrand 它的股价的走势对吧 那我觉得会对整个无论是中概也好 还是说是美股也好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吧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啊 我们看Evergrand 在港股它的代码是 这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啊 然后下面还有港股很多不同的同类恒大系的啊 333 这个应该是中国恒大港股的一个走势图了啊 那我们看那个从月线图来看啊 基本上又跌回到起点了对吧 跌回到起点的位置了 当时起来的时候啊 就是在两块钱啊 那现在跌回到起点 从原来 呃 20多块钱 从月线图来看 现在任何是没有任何想要停止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脚步啊 同时我们看从周线图来看 目前 也没有任何想要停止的脚步 从日线图来看 仅仅是止跌而已啊 如果要结合成交量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里目前还没有底部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形态出来 所以中国恒大这个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我只能说是 止跌而已啊 那如果对中概股的影响会牵扯到美股的话 那我觉得首先要关注的是中国恒大的股价 对吧 那当然中概股其他集体的力量还是比较大的 对吧 但如果说有一个大的公司受到影响的话 可能还是比较麻烦的 另外还有就是大家最近要关注一个就是VIX啊 VIX 我觉得VIX也非常非常的关键对吧 VIX非常非常的关键 VIX这里如果说出现一些疲惫的状态的话啊 尤其是当它在波轮聚变 两方差的波轮聚变 我们看到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技术形态指标 技术指标就是波轮聚变 对吧 波轮聚变 那当VIX站上波轮聚变 这个是难以持续的一个事情啊 我们必须要说之前我们看到从疫情以来 出现极端情况之后 尤其到21年 每当VIX涨出波轮聚变以外 基本上啊 第二天对吧 或是周内就会回来啊 就会回来 那这边我觉得也不例外对吧 也不例外 短期来说VIX现在已经严重的超买 有冲高回落的这样的迹象 所以市场也会出现什么严重超卖 甚至可能会什么止跌反弹啊 但我必须要说这次有可能跟以往不一样啊 以往更多是感觉健康的回调 并没有太多的动能在背后 那这一次大盘我们看到回调 不仅是标普五百或者说各大指数 全部击穿了 波轮聚变的下沿啊 然后呢 这里 似乎现在还没有想要拉回去的意思 而且这边上涨趋势线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对吧 上涨趋势线也受到一定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有可能动能会跟以往不太一样 对吧 会跟以往不太一样 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啊 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啊 所以这次我觉得也是需要继续在不断关注的 然后同时呢 也看一看这边大家的一些问题啊 时间关系的话 今天我们就我先分享这么多 对吧 我觉得大盘还是值得再继续观察的 尤其是大的市值的公司 以及这边什么板块领头非常的关键啊 什么板块作为领头非常的关键 那我们看今天早上盘前还是一片祥和的啊 但是我觉得很多短期的形态已经破位了 需要时间去修复的啊 需要时间去修复的 好 呃 我们看看大家的问题 有同学问到说 梅西啊 梅西百货 梅西百货 我觉得形态上是没什么问题 很强 而且不太理会大盘 呃 那我觉得可以继续持股啊 像这种相对强势的出现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 一个目前技术形态上表现比较强势的一个表现 对吧 像这种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继续持股啊 可以继续持股啊 然后同时的话跟他同类型的公司也是传统价值的 对吧 呃 不能说完全同类型吧 但也是传统价值 最近我们看到比较强的 就是jet 航空类的 我们也看到有相对的强势 对吧 这个昨天我们有同学也问到 最近比较强势的板块 呃 昨天的一个反抽 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大盘表现啊 并没有说比市场 整体市场要更强 所以就花旗银行要谨慎对待 对吧 我觉得跟大盘一样的这种股票就不是优先选择的股票 反而昨天我们提到的Wals Fargo 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你可以看到明显Wals Fargo是更加强势的一个表现 对吧 比大盘各方面要更强一些啊 同时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这里同学问到ETN啊 ETN是一个ETF吗 还是一个股票啊 Eton 这也是传统价值类的啊 我们看昨天表现也是相对较强 但这个趋势我们看到还是下行的趋势啊 除非找到更加扎实的底部 或者说作为一个平台 像这种大的公司 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的 可能没有这么快起的来啊 可能没有这么快起的来 SDC很好 这是我们长线的持股 但唯一唯一两点啊 我觉得两点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一个他盘口太大了 第二个目前他的图形 我觉得不够扎实 时间还不够长 对吧 时间还不够长 对吧 K-WAB我觉得不错 对吧 K-W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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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出现了相对的强势 然后补了缺口 我觉得K-WAB这里是可以考虑 逢低做多啊 回到支撑的位置 而且来到区间的下沿 同时也是不论具备的下沿 但是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见好就收 因为如果涨上来的话 还是找机会做空 对吧 还是要找机会做空 K-WAB虽然说有逢低做多的机会 也有逢高做空的机会 逢高做空机会 现在应该保持谨慎啊 我觉得我也不乐观 也不悲观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板块 还是有些强势的出现 然后还有一些股票 也出现了一些长 长线的机会啊 当然短线的话 更多是炒作了 对吧 短炒了 短波段了 那我觉得这次下跌 是会带来很多很多的机会啊 首先我们看到标普500 这种5%甚至3%的回调 几乎我们是很难看到的啊 从周线图来看 从月线图来看 几乎从疫情以来 就很少出现会像这样的回调啊 除了说在2020年的9月份 10月份的时候 然后呢 就是就是这个月了 对吧 我们看基本上到9月10月 市场是会有一个弱势的周期的 因为这也是季节性的弱势 之前我们也讲过了 但是像这样的回调 我觉得都是回都是机会啊 对一些长线的这个市场的投资者 参与者来说 这样的回调 无疑当中会是产生非常非常多的 投资的机会 当然也有很多短线的交易的机会 对吧 所以我这方面我是比较乐观的 另外比较悲观的方面的是 我不知道恒大的影响会是多大 包括中国政府怎么样去应对 恒大这个事情啊 呃 那我相信中国政府会比较好的 去处理这个事情 尽量把损失给降低到最低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呃 可能市场会慢慢的把这个事情 对吧 翻篇过去 那可能会很好的一个 健康的回调的一个事件性的一个 一个一个结果啊 呃 亚斯兰奈 一二 嗯 目前我觉得这个 首先第一个我这个不太熟悉 虽然说我知道这个公司干什么的 对吧 但我对他股性不太熟悉 那我觉得现在跌到区间下沿 昨天也比较难看 回调来说10%的回调了 呃 从这种股票的股性来说 我觉得跌10%确实是很好的价格啊 只是可惜 我觉得这个位置可能需要时间去回去 对吧 啊 虽然说是好公司也有分红 对吧 但这个可能 暂时来说 我觉得是 不是我能够考虑的一个啊 那恒大事件会不会影响美联储QE的schedule 应该不会对吧 应该不会 然后今天呢 美联储的会议也会开启 然后到明天周三鲍威尔会讲话啊 那鲍威尔的讲话 我相信对市场也是会有些期待的 市场可能也是 昨天跌下去 杀下去 然后就反弹 回来可能会有些期待啊 呃 Snow 什么位置能够进 Snow我觉得来到 330到320这个位置啊 其实是我逢高做空的位置啊 所以我个人是不做考虑 去买入Snow的啊 呃 但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呃 逢高做空 可能不适合所有人去参与这个事情 是吧 因为毕竟这个股票确实还是有很多很强的动能 值得去关注的啊 呃Snow 我们来到这里来看吧 今天这个图形啊 我没办法放大啊 我们来到这里来看Snow 这里啊 这个位置是有关键性的阻力位置的 我觉得这个位置一时半会很难过去 对吧 呃 所以这里可能会有一些阻力 当然 如果你喜欢这个股票的话 可以参考这条上涨趋势线 这也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吸筹的通道啊 那在这个通道下沿 可以考虑向上 能不能突破出来 呃 但我这边还是在等一根放量的bar 其实周五的话 我们看到是有一个放量的bar 对吧 当然周五是因为四五日的原因 有放量 但是只要放量了 我觉得就是我的做空的信号 对吧 就是我的做空的信号 当然 呃 可能这个做空信号 信号有点牵强 或者是有点赶啊 那我觉得如果没有上车的话 再上来一次 对吧 说不定还有做空的机会啊 当然这个股票 我的思路是逢高做空 因为估值各方面的原因 当然呢 呃 这个股票也有短线做多的机会啊 每一只股票总会有看涨看跌的人 对吧 那我觉得这个不用太在意啊 大家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 Here 这只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只外设 电竞的外设啊 做游戏的鼠标键盘耳机的对吧 音响系统的 呃 确实这公司我觉得值得注意啊 但是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可以做一些短的波段吧啊 可以做一些短的波段 目前这个位置可上可下啊 但我感觉整体来说股价还是能够往上走的 嗯 只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想法 对吧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想法 另外我们看到 MAR 呃 这边 也是来到阻力位置了 所以我觉得要小心 那我们看到Hilton 可能会表现是更好的一个啊 Hilton 可能是表现更好一些 最近可能会有更多的 动能的机会 对吧 还有一些空间向上的 但我觉得都是来到阻力位置了 对吧 很多酒店类的公司啊 而且我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原因 能够让他们往上走的 AMD 这里100块钱 呃 我觉得如果既然到100块钱呢 这不如说到95块钱 等他到95块钱更好啊 AMD 呃 这边做了一个很经典的ABC的下沙 对吧 那我觉得高点在120 这边第二个高点在115 那这边我觉得低点下来5块钱 也没毛病 对吧 没毛病 看能不能到95到100之间啊 如果能再往下走一截 可能会是很好的一个平台的支撑位置啊 呃 当然AMD 我觉得这波已经是吃完了 对吧 然后基本上后面就是垃圾时间了 或需要更长的时间 再去酝酿等待下一波了啊 对吧 苹果 苹果这边我觉得呃 也是最值得关注的股票 没有之一 因为它就是相当于大盘 对吧 在大盘里面的权重 非常非常的大啊 那苹果140 这也是有比较强的支撑的 那这个位置我是非常感兴趣的啊 昨天如果要超一只大市值的股票 呃 我觉得苹果会是我的一个选择 另外就是谷歌 像我刚刚刚说的谷歌 也是一段时间以来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择啊 所以说像这样的股票 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多关注的 呃 强于市场的板块 或是优于市场的股票 这些我觉得是可以做继续持股 甚至后续关注找机会进场的啊 那如果跟市场表现一样 那我觉得没什么特别 对吧 那如果比市场表现比较不一样的 这些我觉得都值得关注 无论是做多还是做空 因为他们会出现一些相对的强弱式的表现 对吧 那我觉得这是选股当中一个大的一个前提 尤其是当市场不稳的时候 那你又要找机会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找这些可能比较特殊的机会了 比较特殊的机会 当然如果说喜欢小盘股的话 里面有很多小盘股的机会 今天时间关系的话 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意味达 我觉得回调开始了 但是回调的幅度还是不够的啊 如果真的是要找个机会上车的话 还是找趋势线 关键的支撑位置 昨天可能会是个不错的反弹的位置啊 那看能不能起稳了 我觉得200块钱附近这里会有比较强的支撑 对吧 有比较强的支撑 这也是平台的位置 同时也是这条上涨趋势线 当然我这画的不是很好啊 上涨趋势线 大家可以画一个更值得线 然后这里200块钱附近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想要接回来的位置啊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啊 当然我觉得英伟达的估值已经很高了啊 所以对我来说 可能我就不会考虑这类型的半导体公司了 可能会选择一些更好的一些机会啊 比方说我个人比较熟悉的一些半导体的行业 或者说半导体的公司 AL 昨天这个有同学提到 刚刚我们也讲到整个航空类的非常的强 无论是JETS ETF 还是说昨天我们看到Delta Airline 对吧 还有Southwest 还有AAL AAL当然我觉得这不是基本面里面最好的一个选择啊 但是AAL确实是这里面动能比较强的一支 而且也是做空比相对较高的 有太多太多航空公司可以选了啊 那我觉得如果说有选择困难症的话 那就直接选择JETS可能就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它就代表了整个航空公司的一个ETF 对吧啊那AAL的话可能动的会比较强适合短炒啊 如果集体行情的话 AAL可能动的会更强一些 Uber昨天也是非常非常大的移动 Uber这个昨天我是有做期权的考虑 因为昨天开盘之后我们看到Uber 不但没有跌 对吧 没有低开没有跌 反而昨天是反涨 而且有大量的移动介入啊 冲着下一个财报区的 那我感觉Uber这边是有不错的一个带动啊 有不错的一个带动 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是不是有什么新闻 对吧 还是昨天有人提前预判到什么新闻了 怎么看今天早上Uber是直接起来了 对吧 这个应该是财报的原因 对吧 说第三个季度很有可能会怎么转营啊 终于烧了多少年的钱 终于开始有盈利了 不得了 这个对股价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基本面上的一个转折啊 就今天早上股价起来了 那如果转营的话那个公司就不一样了啊 就不像之前是一个坑钱货 一个亏钱的公司了 那之前我有一个原则 就是如果说你能做盈利的公司 尽量做盈利的公司 而不要做那种亏钱的公司 对吧 而且是长期亏钱的公司 没有短期或者说近期 一两年内的盈利的目标的 这些我觉得这些公司不作为优先的选择 除非你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 有独特的喜欢它的原因 因为它的技术 因为它的前景 对吧 那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的话 我觉得还是尽量选择赚钱的公司 对吧 像迪士尼波音这些是赚钱的公司 当然波音的话 疫情期间也受到很大影响 也不再赚钱了啊 所以迪士尼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对吧 波音 我觉得整体来说 并没有说航空类的公司这么的强势 所以波音的话 我觉得还是暂时放松关注啊 还是关注像Jazz这种啊 航空类的公司 或出行类型的股票 我觉得在年底可能还会有一波 因为今年的疫情可能没有 今年年底可能没有特别多的限制了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这个感恩节 可以做派对 说圣诞节新年 可以去看看朋友 亲戚啊 不像之前可能有这么多限制 迪士尼也是一个区间震荡的股票 我觉得来到区间上沿要小心 那如果说再次回踩 区间下沿 或是这条趋势线的话 我觉得可以找机会再上车 对吧 快到了 对吧 快到了 昨天是差一点点到了啊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大盘股局昨天呢 都跌到了一定的支撑的位置 所以我们看到有暴力的反弹 但是可能还需要一个回踩 对吧 intel 我觉得很好 没毛病 呃 只是这个股票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的动能 对吧 只是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52附近是有比较强的支撑 apps也是很好的股票 继续做长线的持有就可以了 呃 当然如果说短期觉得涨多了 见好就收止盈部分 我觉得也没问题 因为他比市场来说 要强的多的多 因为昨天我们和他大盘 集体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跌 对吧 而且收的还比较的正 对吧 收的还比较正 而且没有低开 或者说很难看的形态 就像这种基本面的公司 我觉得是可以借机会 借进场的啊 所以之前我们在50块钱 是做了长线的推荐 但是如果没有进场的 那也不所谓 对吧 我觉得也不急 还有后续还有别的机会 好吧 那今天时间关系的话 我们先讲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参与 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我们再跟大家见面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 中秋节的夜晚和中秋日 我们明早再见 拜拜